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位完成演唱了 在这之前相比首先演唱的叶小岳 萧凯业相对的位置要危险一些在赛制上 现在我们把萧凯业请回舞台 凯业回到舞台 也就代表着今晚赛制在执行上的第一个结果 即将要出现 到目前为止 通过耳机导演已经告诉我 萧凯业和郭庆之间的投票的分数已经完成了 郭庆最后的得票数是 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六票 到目前为止排名第一 那因为只有两位可以进入到第二轮 所以很遗憾我们也要跟萧凯业说 到目前为止 你的新歌声之旅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为萧凯业鼓掌好吗 让鸟巢为他讲起祝贺他成长的掌声 好 凯业在这一刻是跟你的导师话一样 谢谢你这个夏天一直以来给我们的鼓励 到这儿和老师们说再见 现场的朋友们也给凯业一些掌声好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在夏天关注了他的歌唱 在这一身华丽的服装背后 是一个善良的歌者 和一个为音乐执着以求的灵魂 而在这一刻 让他和这个夏天陪伴的所有老师们 一起拥抱画别 现在我们台上的郭庆是相对安全的 甚至于要安全于叶晓月 我们的竞赛还在继续 在告别之余 让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选手 在舞台上迎接挑战 让我们继续欢迎董自燕 董自燕的投票通道 还请 请看大兵幕 我来到中国新歌声 是希望在全球华人最大的舞台 找到懂我音乐的值得 董自燕应该是我做导师 来呢最快冲下来的学员 只听了他十秒 就知道他的音乐性非常紧 恭喜董自燕成为 勾结伦组的冠军学员 成功之后 我又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那是一个爵士舞蹈房 从那里开始了 我五千四百六十天的 爵士追逐道路 我的人生因为爵士乐 而变得丰富多彩 我更没有想到 因为唱爵士乐 我还收获了一个重要的音乐之家 这个夏天 我本来可以自己玩 就跟你们一块玩更开心 我们是从陌生人变成朋友 现在过这个夏天 我们就变成家人 只要周杰伦战队是冠军 一切都没问题 我们这样 加油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都在你这边 看到地表最强战队 谁对我的嘱托 我身上更多了一份使命 今晚在鸟巢的舞台上 我要唱出 我们心中的爱乐之城 本节目由手机用的队 年轻浮调队的OPPO21拍照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快手短视频 每个人每个歌声都值得被记录 和快手一起看夺冠时刻 周杰伦战队的成员们你们好 我知道董姐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大姐姐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心中的她吧 有请 董姐姐在平时的生活中都特别照顾我们 然后她也是个实力非常强的歌手 然后之前呢 她给我们战队每个人都做了个名牌 今天把名牌还给她 给予她力量 好 让她照亮鸟巢 加油 加油 也让我们一起用加油的祝福 来为她助力吧 321 第一表最强 2017 董自燕第一 董自燕 一起来聆听你的歌声 有请董自燕演唱掌声响起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悠闲 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怀尴尬 我还拥有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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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初次的舞台 听到第一声和在 我的眼泪忍不住 跳下来 鞋应该会拥有你的爱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唱聲響起來 我心更明白 你的愛 將與我同在 掌聲響起來 我心更明白 歌聲教會你我的愛 當我站在這舞台 聽到掌聲響起來 我的心中有些感慨 你的愛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年懷疑更改 我還擁有你的愛 掌聲響起來 我心更明白 你的愛 將與我同在 掌聲響起來 我心更明白 掌聲響起來 響起來 大家跟我一起來 掌聲響 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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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愛 將與我同在 掌聲響起來 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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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更 hon 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懷更改 我還擁有 你的愛 謝謝董姿彥 掌聲響起來的最後 演員和歌手的一句公演代表著新歌聲 對所有的全球觀眾的感謝 那麼周杰倫老師 這一刻你還有什麼要跟大家說的嗎 我覺得這個看得還蠻沉重 雖然是很歡樂 不過聽起來是蠻沉重的 這個是他自己的編排 他自己的想法 就很多藝人的風光 就是一時的 那也有他落幕的時候 那我希望這個 在他落幕之前 希望大家還有機會讓他唱 最後一首歌 就是我幫他想的 煙花藝人 但是呢 是Eason老師給的意見 Eason老師GV的上次說 想要聽他唱那一首 My Funny Valentine 把他變成那種爵士的版本的煙花藝人 如果投票夠高的話 謝謝 謝謝你 我們跟蕭凱葉 理論上我們只有兩個人可以繼續往下 那麼我們目前呢 葉小月她的得票是要低於剛剛演唱的郭靖的相對在危險的位置 所以現在我們要把葉小月請回舞台 來 在葉小月上台的過程當中 我們後台的工作人員正在緊張地統計著董姿燕的最後的投票結果 因為畢竟郭靖安全她在目前為止暫時擁有著去爭奪總冠軍的權力 而他們兩位當中有一位是要告別舞台的 這也成為了定局 一位來自於陳俊老師戰隊 一位來自周杰倫老師戰隊 而這兩個又是剛剛互相打過招呼 一個唱了對方的歌 另外一個給了對方的學員最後一首歌的意見 哪一位會離開 事實上無論誰離開 都代表著他所屬的戰隊的所有學員都離開了 現在工作人員是否已經完成了統計結果 如果是的話 我們要向所有人來宣布 小月和董姿燕他們現在即將要面對的結果 雖然陳俊老師是進入鳥巢的戰隊當中人數最多的有兩位 但是有一位已經離開了 所以這兩位都是你們戰隊的唯一學員 也是唯一榮譽候選人 誰還將留下有機會和郭慶爭奪呢 剛才葉小月是16544 現在耳機裡導播已經告訴我了 董姿燕的最後成績 她的成績是19220 恭喜董姿燕 董姿燕現在暫時安全 但是相比郭慶 她的位置要危險一些 而小月很遺憾 新歌聲之旅到此結束了 跟老師們告別吧好嗎 來吧小月 從這兒走到老師的身邊 連續 好事成熟 剛剛為她鼓鼓掌的朋友 為小月再次鼓掌好嗎 讓她看到鳥巢為她揮舞起的螢光棒 我為她歡呼的爭議 而葉小月 也可以說是 真是第一位進入鳥巢歌唱的唱歌 她也代表了我們更多的包容 萬象合一的中國新歌聲 希望能到更多人為她鼓掌 謝謝你們 鳥巢的觀眾們再一次為她鼓掌 謝謝你們 接下來讓我們繼續 因為競爭還在繼續 只有兩個名額 接下來我們要請上我們這個舞台的 將是來自劉歡戰隊的 扎西平措 扎西平措的短戲通道 開啟 請看那屏幕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可以從一個小小的講台 一路走上一個這麼大的舞台 我要加入的戰隊是 劉歡老師 扎西的演唱讓我們知道 現在在西藏的年輕人 他們可以演唱所有時髦的音樂 就是劉歡戰隊的 扎西平措 這幾個月的經歷就像做夢一樣 但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從哪裡開始做夢 我從哪裡開始出發 我校扎西平措老師 進入中國新歌聲總決賽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感謝大家 大家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 我永遠是你們的扎西平措老師 謝謝大家 來 同學們 一 二 三 老師加油 老師加油 他是第一個在鳥巢唱歌的贊助人 他是我們的驕傲 老師不光教我們數學和物理 還教會我們怎樣做一個好人 我喜歡踢足球和說唱 老師是我的榜樣 老師鼓勵我們有夢想去勇敢去追 他們是我的希望 也是我繼續前進的力量 讓我體驗到更多生命的意義 也讓我變成更好的扎西平措 今晚在鳥巢 我想讓大家看到鳥人的放飛與自由 快手短視頻 每個人每個歌聲都值得被記錄 和快手一起看奪冠時刻 劉環戰隊的成員們你們嗨不嗨 那我聽說扎西平措其實生活當中特別的萌 小虎小川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扎西在我們心中呢 他是一個簡單又樸實的人 但是非常感謝他用他的歌聲 淨化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 從我們第一次聽到扎西的歌聲 他已經是我們心中的冠軍 哇哦 那接下來你們的加油口號 據說很特別 一起來韓響吧 歡樂三四 歡樂抱團 哦呀哦哦 抱團歡樂 哦哦哦 扎西加油 一起為扎西平措加油 一起期待他的表演 有請扎西平措演唱 鳥人 不要再以別人戀過 也只要竭力自在飛翔 我到底就想管我要憋混的 可以開心嗎 奉而接受別人眼望 也是要竭力自在飛翔 限 است 黑夜滿床 夢 我們窅盡月光 我們 motive 站在世界之殿 世界之殿 有嗎 飛 有嗎 墜落 這是生命的規則 有嗎 飛 有嗎 墜落 天空在招放我 有嗎 飛 有嗎 墜落 這是展示的規則 有嗎 飛 有嗎 墜落 有嗎 墜落 我再飛 再飛 不要在意別人臉色 生活就是要自由自在 偶爾接受別人眼光 也是要接力自在飛翔 黑夜漫長 瞧見月光 我翱翔在世界之殿 世界之殿 世界之殿 要嗎 飛 有嗎 墜落 這是生命的規則 要嗎 飛 有嗎 墜落 天空在招放我 要嗎 飛 有嗎 墜落 這是展示的規則 要嗎 飛 有嗎 墜落 口 墜落 我再飛 再飛 我再飛 我再飛 在食べ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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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请刘华老师 现在您有什么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的吗 这首歌呢风格非常的奇特 是一些个不是平常我们常听到的那样的类型的流行歌曲 这个扎西呢演唱这种歌曲的时候 又往里边添加了一些他们西藏民族的特色 让这首歌的特点更加的昭彰 扎西的本领还很多 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也借用杰伦的这一招 如果还希望听到他后边有其他不同的表现 投票给扎西 885他还有更好的东西 谢谢 打给大家 谢谢刘华老师 刘华老师话语结束之后 这代表着扎西评错的短信投票通道关闭 到目前为止第二轮五位歌手 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 现在仍然有机会去争夺最后冠军的后选人 还剩下三位 我们要把另外两位也请上舞台 欢迎董思燕和郭庆回到舞台上 在三位学员当中只有两个人有机会走上最终的风云对决台 争夺最后的冠军 现在后台正在紧张地统计三位的最后得票 主要是扎西的最终结果 那么目前为止 董思燕的位置相对危险一些 因为郭庆的得票率在现场总体更高 那么究竟谁 哪两位可以成为最后的冠军候选人呢 如果已经统计完成了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一刻把你的投票结果 统计的信封送上舞台 现场的朋友们 不知道和你们的想象是否一致呢 您正在看到的是 由OPPO冠名播出的第二季 中国新歌声 在北京鸟巢为您进行的荣耀之巅 谢谢您 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到我手上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说 那就是手机用的对 年轻不掉对 这主要是由OPPO21拍照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的 对 正如您想象的一样 这信封中的结果 我将会在广告之后 为各位揭晓 一段广告马上回来